过去国际的版图陷于口头上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有一个法律的基础 当法律的基础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反而容易依照张办事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华 6月21号 民进党复议不成 三党之间 发生了极为强烈的碰撞的过程中 国台办联合了五个单位 像包含公安 包含最高法院 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国安部等 这些单位 召开联合记者会 宣布制裁台东 当然这则新闻已经传了一段时间 那台湾对于这件事的评论 以陆委会为主 他就讲 因为北京当局 法律管辖权不及于台湾 所以他可以不理会 那当然 这个是陆委会的自私答复 我相信国台办事不会回应陆委会的这种说法 然而我就必须说 很多人没有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为什么在选择在这个时候 他要画红线 讲明白 说清楚 说清楚 造章办事呢 他的幕后的目的究竟那是什么 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 台湾都已经淡忘了这件事的时候 国台办就突然的召开联合记者会 发表制裁台独 以反分裂法为纲理 制裁台独 可以缺席审判 也要承办这些所谓的台独分子 因为国台办曾经几次 发布了台独的名单 我们现在看这个问题 我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我不会从双方对立的角度看 那至少国台办这次 表达的非常清楚 就是我画了一道红线放在那个地方 过去我只是劝 我只是讲 但是我红线没有画 现在红线一画的时候 说清楚 讲明白你们所面对的行责那是什么 那其次 我相信国台办讲的 不一定完全针对台湾 表面上是针对台湾 他也讲给美国跟日本听的 因为这个就分成三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国际反独 所谓的国际反独 好比说某些所谓的台独人士 他到中国大陆 关系非常好的国家 进行所谓的访问的时候 中国大陆可不可以要求 当局扣留以后 引渡到中国大陆 这个当然是要有引渡条约的 引渡到中国大陆收审 好比说台湾有很多 中俄友好协会 很多立委 都是这个协会的理事的时候 有一天他到二楼市去访问 那会不会发生问题 现在没人知道 因为这件事情 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生嘛 就是说像类似的问题 会不会制造这些 所谓台独分子的困扰 那中国大陆要怎么处理 就是中国大陆反正 说清楚 讲明白你红线 已经画在那个地方了 红线画了以后 大家照张办事 没有灰色的空间 那好 发生这种问题 你要怎么解决 好比说台湾籍的立委 要到俄罗斯访问 无缘无故被扣 这个要不要处理 这个就是说 给台独分子 令发出了一份警讯吧 就是我跟你说清楚 讲明白所有的后果 你们大家看着办 第二个 他讲给美国听的 他这一些宣布 不是说无地放肆 他就告诉美国 我的红线 我也画在这个地方了 你还要庇护他们多久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当国台办发言完到现在 到6月22号 美国国务院 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回应 显然美国也在考虑这种事情 第三个 讲给日本听 所谓讲给日本听的呢 各位想想看 赖清德也好 还有其他人也好 他们跟日本的关系 都算是不错 可是你红线画了以后 就是等于间接 对日本政府施压 这些人去了日本 虽然主权是在于你的日本 那你主权之下还有司法权 但是 你找了他们去日本访问以后 中国大陆会会抗议 中国大陆外交部一定抗议 一定抗议的话 那就请问 会不会成为一个外交的事件 大家也在等着看 这个是日本 那最后一个最为重要 就是说我公布了这些人的名单 我也公布了这些人的行责 那你未来 很多支持所谓台独运动的 你的家属也好 你的亲倦也好 你在中国大陆赚的钱 是不是你把这个产业给我收了 那过去是一个模糊地带 为了争取台湾的民心 中国大陆呢 就是算了睁一只眼 眼闭一只眼 可是近几年来 越演越烈的结果 那中国大陆必须他要表态 这种表态他要回应 中国大陆内部的名义 所以很多人说是针对台湾 我说未必 第一个中国大陆也要回应 他内部的名义 说这些人那么的嚣张 你都不处理啊 那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 本身他也是个压力 所以他必须说清楚 讲明白照章办事 从这份名单的公布 还有他行责的公布 中国大陆一方面要对内交代 一方面那也是告诉台湾 更重要的是糟糕 国际间的反对 从这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子 看起来 过去国际的反对陷于口头上 所谓口头上就希望你不要做 但是你做了 我抗议这件事情那就过了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有一个法律的基础 当法律的基础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反而容易遇照章办事 没有灰色的空间 所以从这一点我们来看 未来当国台办 结合了五个单位 要处理所谓的台独问题的时候 已经不是一种政治表态 而是一种法律的纠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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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